我今日訊息是講到平衡、恩典和戒命 這個訊息是會幫助大家生命能夠輕鬆 而又除去一切的內疚、指責、一切負面的想法 並且能夠對人都有恩典、時事充滿恩典 但同時我們有遵從神的戒命 這是一個平衡 有時人很想遵從神戒命的時候 有時會給自己很大壓力和給人很大壓力 我們如何有一個平衡呢? 我今日會講到 神有兩個主要的聖情 一個就是祂的慈愛和聖結 這兩個聖情 我們大家都很喜歡神的慈愛 很多人不信耶穌,他們都很喜歡神的慈愛 不過很多人對於聖結就沒什麼好感 覺得神的聖結這麼嚴格 太高的要求了 但我想告訴大家 神的聖結是非常美麗的 大家想像你去到天堂的時候 可能地上有些基督徒 都可能對你不太好 有沒有遇見過一些基督徒 他都曾經說的說話令到你不開心 甚至有些基督徒 可能跟你的關係都是有點距離 當你去到天堂見到他的時候 他會不會不太理睬你 不想見到你 避開你 在天堂一定不會的 如果天堂會這樣 很快就會分檔 這個檔是不喜歡你的檔 他開始就聚在一起 不要理他 但我們感謝神 天堂是沒有的 即是天堂任何一個人見到你 曾經可能你傷害過他 或是他傷害過你 但到天堂他都會這麼喜歡你 是不是這樣很好 非常美好 我想問大家 地上是否這樣的 你的家庭會不會很多時候數舊帳 甚至說不必計算人的惡 但很多時候 老公老婆的惡是最容易記得的 我輔導很多都是經常說 太太、丈夫是怎樣不好的 或者教會裏面的人 都曾經有很多的傷害 我們的生命裏面是否充滿聖結 很多時候都未必是 即是說 其實我們的生命為何有這麼多問題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走在神日聖結裏面 但很多人又說很難達到 很難達到我現在才說 怎樣可以即時處理我們的罪意 能夠在神裏面有聖結 是可行的 我自己也曾經好像容許一些罪在我裏面 存留 容許一些負面的思想 但現在一有意念 立即祈禱立即處理就可以了 即是說神的聖結都是很美的 天堂很美 因為是好聖結 也是充滿慈愛 如果天堂只有慈愛沒有聖結 天堂也是不好的 但天堂也是充滿聖結 如果我們整個生命都跟從神 充滿聖結是會非常美好的 這個慈愛就會幫助我們活在神的恩典 基督徒應該每一個都是 時時活在神的恩典 是輕鬆的 喜樂的 享受的 亦都會遵從神的戒命 因典和戒命有時 我們怎樣分裂這兩者呢 因典就是神伯伯給我們的祝福和幫助 這個很簡單 就是神給我們的 不是我們配得的 是神伯伯給我們的 例如神接納我們 神的計劃 在我們心目中有奇妙的計劃 祝福我們 又赦念我們 拯救我們 又紀念我們一切的侍奉 賞賜 興起我們 都是神的幫助 戒命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要遵從 我們要做的 包括我們敬畏神 敬拜神 愛神 有時說 愛神是不是屬於恩典的戒命呢 一樣是我們做的 神愛我們就是恩典 我們愛神就是責任 我們愛神愛人 這是我們應該做的 但很多時候 這個責任可以成為一種壓力 譬如有些人說 我愛不到神 我很難愛神 我很難愛人 但給神愛就簡單一點 恩典是幫助我們 是更加容易接受的 因為神愛你 相信神愛人 就是這麼簡單 不是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神愛我們接受 所以恩典 是能夠更加容易改變我們 更加更新我們 其實每一個基督徒 都必然是恩典改變的 不是有人告訴我們 你要做什麼 你要祈禱 你要做理由 你要看聖經 你要遵從神 如果只是這樣說 你就會覺得 哇 很多事情要做 但如果當人告訴我們 神愛我們接受 我們完全懈念我們 就會給我們力量 大家想想 就算從人的角度 你會一直成長 是因為人們經常在指責 你說你不要 戳你的耳朵 你不乖 你不聽話 還是有人愛你 接納你 通常來說 我們每一個人 會改變 都是因為有人對我們的愛 和接納的 但我們一樣要遵從界明 重點就是 遵從界明 是必定有恩典給我們力量的 這個廣告集合 革命是包括 我信主都是我 因為我們都是我們來信 不過信主 祂給我們恩典 赦免我們 這個是禮物 但我們信這個行動 都是我們信 星祢不能代替 我們信耶穌 神不會代替我們信 是我們自己做的一個行動 但這個信 跟其他所有的行為是不同的 為甚麼 這個信 基本上是一個 拿禮物的行動 但你也要拿的 是一個拿禮物 拿神救恩的行動 這也是一個行動 不過 那個行動跟其他不同 就是很多 跟著神給我們很多恩典 我們全福音和關心人 這些都是界明 如果沒有神的愛 基督教可以成為一個 非常被人很大重含的 一個律法主義的宗教 如果沒有神的愛 經常說 你要做甚麼 你沒有愛心 你不聽話 你那些罪沒有處理 哇 可以很大力 如果沒有愛的界明 就是律法主義 即是說 如果是沒有愛的時候 就是一種 只是要做甚麼 做甚麼的時候 是沒有重吞 我們今天都會承責 我們內心裏面 到底是 恩典和界明 這兩樣的比例 是怎樣 兩樣我們都需要有 因為我們從小開始 就經常被人指責 被人指責的時候 跟著我們就會自己說自己 這次又壞了 這次又不聽話了 我們就會自己 指責自己 就會有自卑 這就是人在責任 或者在戒命中長大 在責任中長大 就會有很多這種壓力 就覺得很難彈彈 然後就會要求別人 有否人做得不好 而且 好像覺得他們是適等 我們自己 給自己的壓力 也會加在人身上 所以一個人 活在這種壓力之下 會有很多重擔 如果沒有缺乏神的愛 本來信主應該是否 個個都很輕鬆 充滿神的愛 不過 發覺未必一定的 有時 基督徒相處也未必是這樣 很多時候也會有很多壓力 比如有時基督徒覺得 我不夠達不到標準 於是就給自己這種壓力 覺得很難親近 神很遠 這其實是一種錯覺 是因為人有時量度 我有沒有感受神的同在 感受不到就覺得神很遠 或者覺得自己很內疚 或者覺得很軟弱 於是就覺得神很遠 這是一種錯覺 我們親近神 神一定親近我們 當然經歷聖明是會有幫助的 當你經歷聖明 你的祈禱就會感受到 平安、興散是有幫助的 待會我們聚會完的時候 我們就會為大家祈禱 要你經歷神的臨在 是會幫助你每一次祈禱 都可以感受神的幫助 但是當你感受不到 你又不要怪責自己 在我自己來說 我隨時隨地 我一想耶穌 已經整個天充滿了神的 平安、興散、能力和愛 起落 即是湧流出來的 這是可以進入這種狀態 就算我半夜醒了 我一直在床上 我一直在想耶穌 一下下地想耶穌 就很快睡覺了 這是大家可以用的方法 你未睡覺之前 你可以站在那裡 一直愛慕神 享受神 其實兩種的祈禱 一個是享受神的愛 第二個是愛慕神 這兩種哪有容易一點呢 享受神的愛 你就是享受神 耶穌在愛我 耶穌在一起 每一次我祈禱 神都很歡喜 神找我先的 神在祝福我 神陪著我 就是這樣享受神 然後你可以表達神的愛主 我很愛你 很喜歡你 很想對你有反應 這就發自我們內心 從我們心裡發出來 其實這個愛慕神 首先享受神 愛好神的祈禱 是比較容易做的 另外的祈禱 是可以有宣告的祈禱 宣告神的恩怨 又可以有代討 以及有等候神的討告 有些人祈禱只是代討 即是很快祈禱 求神祝福我的生命 健康 祝福周圍的人 祝福元樂教會 社區 講完 十分鐘 十五分鐘都講完了 即是你再數下去 數數數數數數 很多很多人物 這種祈禱有時會很累 因為你不斷數 其實 如果你喜歡恩典 就不是累的 不過我們祈禱主要應該是愛好神 相信神的愛 和愛好神 然後我們宣告神的恩典 然後我們才是代討 亦都可以有安靜等候神的祈禱 好的 我們現在講到的就是 在教會的生活裡面 甚至教會的生活裡面 都可以有壓力 如果我們處理得不好的話 如果我們處理得好 是可以很享受的 師奉神可以很享受 我經常都很享受師奉神的 我很享受親近時 我可以幾個小時祈禱 我是很深信神來祝福我 我見到人的時候 我看到神怎樣幫人 我覺得很開心 所以我是很輕鬆的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 吹擊自己 我有多少火含 吹擊自己有火含 就會有壓力 這個講到有不同的方法 人覺得是一種壓力感 覺得神很苛刻 這個其實誤會了神 其實你做任何小的事 就算給了一杯糧水 一個小子 神都會紀念 所以神不是苛刻 當然神要求我們一直進步 但是當你做不到的時候 你去到什麼地步 你就照那個地步做人 神已經很歡喜 你一點點改變 你悔改 神已經天上和天上的天事都歡喜快樂 所以不要誤會了神 是苛刻 神想我們一直提升 但是神並不是苛刻的身 有時要很長時間提升我們 很多基徒 可能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都不聽話 但是神依然很耐性 神不會叫你其中日撕下你的耳朵 又打你、罵你 神是一直感動你的 一直感動到你真是心悔悔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神一直沒有耐性 我希望大家明白 神是一個很愛我們的神 神是提升我們 但是他不是苛刻的方法 而且有些人很難相信神 我也是誤會的 覺得神愛好的人多一些 神愛傳導人牧師多一些 那些聽話愛多一些 愛我少 神其實愛每一個 那些不聽話的 神都是有耐性 不斷不斷感動他的 有沒有發覺 我們不聽話的時候 神有沒有離開我們 我一直都一直感動我們 一直用好有的耐性 但是的而且那件事情 當人常在神的愛 他的心就開 他就能夠經歷到神的祝福 譬如一個人 他就信耶穌 不過他經常犯罪 他心裡面就有內疚 家人經常罵家 他自然的心就不平靜 他就很難經歷到神的愛 那時候他覺得神很遠 其實神在愛著他 不過那些愛入不了他的心 所以他經歷不到 問題不是神 神不斷 神的愛好像空氣為了我們 不過問題是這個人 是閉氣的 因為他埋怨神 他覺得神不好 於是他收不到神的祝福 其實神很多時候被人誤會 我經常為神想 神真的很委屈 被人誤會 誤會很多 但是神又不介意 不過神可以說 每個基督徒都試過誤會過他 每個基督徒都試過令他委屈 我希望我們開始不是這樣 而是神真的好 好得緊要 當我們時時想到神的恩怨 和想到七人神的恩怨 我們就不會神的 也有很多時候覺得做基督徒辛苦 基督徒又要祈禱 又要做這件事 又要離開罪 又要不要看那麼多電視 又不要玩那麼多遊戲機 不要說犯罪 就覺得真的很辛苦 但其實當你越放下這些 你越輕鬆的 這些事對我們來說是完全沒有吸引 但當然不是每個基督徒都去到這個程度 但是你越親近神 如果用一個恩典的路向 你就會很輕鬆 經常都覺得 哇 我真的有福 我經常都在神的愛中 就算我做得不夠好 不要緊 立刻投入四面就可以了 這個意念很重要 有好多人就不是 做得不好 哎呀 死了 又壞了 哎呀 神啊 我很慘 我做得不好 就在不斷打自己 其實神想我們這樣 神想我們即時悔改 神有四面 神的四面 我形容是怎樣 神的四面 是好像 按一個按鈕 神的性格 剛才我說的 神的性格是 它是很充滿愛 充滿恩典 是很豐富的 神充滿智慧 充滿能力 但是神的作為 是好像按鈕 我什麼意思呢 神是不能不愛人的 這是祂必然的性格 它有點像 我形容 有些像一個機械人 但是神一點不是機械人 不過是像 機械人你給一個命令 祂一定照做 神就有一個祂自己的聖情 發出的命令 祂必定愛人 是沒有選擇 祂必定愛的 當人悔改 祂一定會赦臉 這是神的性格 所以當你真心悔改 神啊我有罪 祂立即就赦臉 祂不會想 是否赦臉 因為人就會這樣 人就說 你失了很多次了 你已經 你惹了很多次了 怎麽可以再遙少你呢 人就會這樣 但是神就不是的 你一說 悔改 祂立即赦臉你 但是我們不要濫用這件事 不要說 我就不斷以悔改 神就知道 或者悔改完 我打算明天再犯 神就知道 所以就不要做這些動作 因為神是非得知 但是當你真心 好像小孩子 少許說到 憂傷痛苦的心 住於一平衡 你好像小孩子 神啊我真的知道犯罪不好 我真的要離開罪 身裏不要留戀罪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是 憎恨罪 罪是很破壞性 是將我們的喜樂 拿走 我們的能力拿走 當你這樣的心態 你是一點也不辛苦的 你就會覺得做基督徒很輕鬆 随時神都射念我 随時神又給我能力 随時我要歡喜幫助人 那些人生命改變 我又沒有歡喜 就不是計較它有多少改變 不用計較 後果在乎神 記實這一點 我們只是信靠親近尊重 一起跟我講 我們只是信靠親近尊重 後果在乎神 後果在乎神 人不能夠擔任何的擔子 跟我一起說 人不能夠擔任何的擔子 必定是神擔那個擔子 必定是神擔 很適合後果 當你這樣就不辛苦 當你經常說 為何我老公經常不理我 跟她說話 像同鳳祥說話 為何我老婆總是 疼惶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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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覺得很辛苦 但是當我們說不要緊 我多給他一些愛心 有機會我都可以說一下婚姻 其實你上網都可以看到 我有一些教導婚姻的 其實是不難的 很多婚姻的問題是很少的 是經常都是差不多的事情發生的 只要你能夠接納對方 真是真心對對方好 有柔和的心不要那麼長氣 自然的關係會提升 你說多一些愛心的行動就會行 那你就覺得做基督同不難的 有困難是必定有辦法可以改變的 不過這是一個大題目 如果不可能 而且都要求事後有那一刻 就變得有壓力了 那這個其實在乎神 你越要求改變就越大壓力 越大壓力就越沒有那一刻 因為那些人覺得你的臉很硬 很緊張 他一不回來你就很緊張 那你說他真的不回來 不回來你就不是猛 打電話給他 你為什麼不回來 那他就覺得很大吹悲感 他就不想再回來 然後你關心他 你見到誰都很開心 那人真的開心不下過他 看他的樣子那麼難 怎麼開心得下過呢 我效在乎神 神會照顧他 我們只是負責愛他 那你就輕鬆 你就是關心他 你打回去你就關心他 就不是好像馬上問他 他為什麼沒有來 而是關心他 有什麼需要 有什麼可以為你祈禱 所以關心的 發一些短訊給他 我沒有關心你 我真心的從心底處 你就不覺得辛苦了 還有呢 也要求人士 沒有果效又會有壓力 為什麼我的門徒 每個人都不聽話 每個人都沒有果效 你又會有壓力了 其實你越輕鬆 他就越容易有改變 但當然輕鬆 又不是說不跟蹤神 要尊重神 但是同時 是輕鬆有神的愛 有愛心的 還有呢 有放棄感 有些仇者會 哎呀不想做了 那麼就 另外一個就是 置意 用行為量度 我已經做到這些 我好過人 這個又是一個危機來 我好過人 我們經常都要知道 真是 我們是金沛的 所以鄭仙奈以斯拉 講到他見到 天堂的賞賜 我自己看到 我是很 覺得很不配 但我也很感謝神 有時 為什麼我會 那麼容易接納人的罪呢 是因為我犯過很多次罪 當我想到 我犯過很多次罪 我就說 其實人犯罪有點不奇怪 所以有人說犯罪 我一點都不覺得出奇 沒有什麼詐異的感覺 因為我犯過很多次罪 所以我能夠接納人 當我一直被提醒 我都覺得 真的我是 在泥堆中 被神經理的 並沒有何跨之處 那我又不覺得 驕傲 一有些金沛 都覺得驕傲 神 什麼都不配 求你幫我 真是謙卑 當我每一次想到 我自己所犯過的罪 我看到我的軟弱的時候 我就說 神 我有今天是你的一面 我就不斷看神的一面 就永遠都會數我自己做好幾個好事 因為我每一次做事物的時候 我不是想著 有什麼賞賜 我就是怎麼改變 我就開心 我覺得能夠祝福人 那個人被提醒 他一直得到神的祝福 我就輕殺了 我都希望大家脫離這種律法主義 不要用行為量度 我好個人 這個就好像法律賽人一樣 好了 為什麼人這麼多問題呢 就是因為我們長大的時候 缺乏愛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很難接受神的愛 也很難去愛人 但這個可以得意志 為什麼得意志呢 每一次你祈禱的時候 當你想回以前的傷害 你就想回 其實神是未信耶穌 我們未信耶穌之前 已經一直在祝福我們 圍著我們 愛著我們 他已經定義要祝福你 一步一步提醒你 只要你願意給神去愛你 你一步一步 從今天開始 一步一步 越來越大的祝福人 你就相信神是在愛著你 那你也看出那些傷害你的 其實他們都是被人傷害了很多 那你看出他 你連出他的時候 你就說 其實他傷害我 因為他傷害被人傷害很多次 所以我就能夠看出他 我就說 其實他傷害我 我都不算什麼 他都被人傷害很多 那你就能夠一步一步 看出和嚴恕他 也都自己就說 其實神是很愛我 也都看出以前的我 你可以這樣說 你現在我和以前的我 他就說 你其實呢 神是在你身邊有好期的計劃 雖然你現在被人欺負 不重要的 將來你會被高升的 將來你會大大使用的 你會安慰你以前的你 即是在你祈禱之中 安慰你以前的你 也都安慰你現在的你 你是大大被神祝福的 你一路一路提升的 這樣的時候 你的心就會越來越多 神的愛 經常都深信神的愛 這個也是需要時間的 去處理的 但是每天 你走路想到一些意念 想到一些什麼以前的事 立刻就處理 也都一個人經常被人懲罰 是很難覺得 神無條件的卸臉 神是很接立我們 即是經常有這種懲罰的心 但也都很容易會 有種懲罰人的心 他生氣我 那樣挖回他 不理他幾天 讓他知死 這個也是一個懲罰的心態 求主幫助我們 其實想一下 那些人傷害我們 其實他都很慘 那我們的心就不要記掛 不要放在心上 那我曾經說過一個 我不知道在這裡有沒有說過 就是講到人傷害我們 有一個方法會幫助大家去想 如果街上有個癡線 那些人都罵 跟著走到你那裡都罵你 你會不會放在心上 你會回去哭十日十夜 你不會 因為你知道他瘋了 他有問題 世上的人不是個個都瘋了 不過個個都有罪 個個有罪 都會傷害人 你有沒有知道 一個人從來沒有傷害過人 沒有 這裡有沒有人 是從來沒有傷害過人的 沒有 我都傷害過很多人 有時候都不知道 有意無意的 就會彈他出來傷害人 當我們想到 人人都會傷害人的時候 其實 好像我們不用被瘋狂影響 我們都可以不用被罪人影響 但你不是說他是瘋狂 你只是接受 人是罪人 人是罪人 人是罪人就會傷害人 所以 他傷害有什麼所謂 我不用介意 就容許他傷害在空中消心 他罵你保佑 這句說話都不真 不真 那句說話要怎麼放在心上 不用 他要小心 不放在心上就可以了 不要介意 其實很多人是介意 好介意別人說的傷害說話 他的傷害說話是出於魔鬼 是魔鬼的火箭 你不要放在心上 你就不受影響了 那你說很不值 你越受傷越不值 你越生氣越不值 你越放手越不值 你就越快輕鬆 其實那些人傷害你 那些人得罪基督徒 是得罪基督王 其實很慘 他們比你更慘 所以你可憐他 連損他 這樣你就會不會把你的傷害放在心上 你就會鬆 想有傷害 很多人都是在傷害之中 其實那些人比你更慘 那你這樣想 你就沒有那麼介意 而且每一次有人說一些傷害說話 我看著他 因為我很多機會可以操練 我曾經被人傷害 在我經歷四年充滿之後 即時很大喜樂 有一次我跟一個人在電話裡說 我經歷了聖靈的好處 但這個人很不接受 他也發怒 然後我修善 我祈禱覺得那些喜樂就沒有了 我立即要處理 這都是神給我的意念 我立即打電話給他 我說如果我令你不開心 請你援助我 但他始終不接受 收善也是很不開心 我就說我已經處理了 算了 我就放手 我就放手 完全輕鬆 親近神就好氣了 我從那天開始 處理任何人的負面說話 神給我很多機會 聽過很多負面說話 我去到什麼程度 他一直說 我一直說 這個人真的需要神的祝福 他真的有很多猛忍氣 但他猛忍不用我 要受苦 由他猛忍 他說不重要 是 不得到 多謝 不重要 OK的 我會努力 有什麼提醒我會信 他猛忍不關我的事 如果我錯就認錯 如果沒有錯 照又說一些平和的說話 那時候那些傷害就會離開我們 我們的心就會鬆很多 我希望大家回家處理 你處理好了 所有人對你不好 你又整天對他好 那你就好不值 其實你不愛他還不值 你愛他 你就得到他的祝福 他跟你關係好轉 很簡單 如果丈夫妻子的關係好轉 是你開心的 你的辛苦就會走了 你跟家人的不開心 當你接立對方 愛對方的時候 這些辛苦就走了 你越懷恨在身邊 就越辛苦 你越放手就越輕鬆 這都是幫我們能夠活在神的恩典之中 還有壓力 也都令我們很難相信無條件的恩典 什麼都要做 什麼都要賺回來的 但是神就是這樣 是白白給我們的 只要你說 神我需要你 我願意好像一個小孩子 就是拿你的禮物 神就會將恩典給我們的 不是我們夠好 神是很大 真的充滿了一年 我們不斷的一年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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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的 只要我們經常都說 神我需要你 求你幫助我 我依靠你 因為我們的生命就會提升 就不是一定要靠做好的 而且經常被人指責 就會活在內疚裏面 但是我們記住 這師兄我講 神的射擊是要按鍵的 你一按就開燈的 是吧 有沒有一次按個燈 那個燈 想一想先 看看開不開 他不會想的 你一按他就開燈 神都一樣 你真心悔改神立刻射面 是沒有選擇這個神的聖情 你悔改 他一定不會射面的 這樣的時候 人家說你多少 譬如那些人說你 你有沒有試過被人指控過 你真是沒用 你做基督徒做成這樣 你怎麼打的 你沒有傳呼音 你沒有果效 你又沒有愛心 你又性情又不好 有時候人家說完 我們就會說 給自己幾百次了 他說一句 我們就回到去想 我真的很壞 其實控訴自己的就是 控訴自己最多的人自己 誰就業是控訴弟兄的 魔鬼 但是很多人就做了魔鬼的義工 尊重控訴人 和控訴自己 又沒有好事 但是他很享受他做 並且還會傳播 所以我們要留意我們的行為 我們有沒有去傳播人的不好 我們有時候 我們真是求神幫我們 拿走這些內疚 拿走這些的指控 在我來說 我經常都是這樣的 我的生活我經常都會想 因為聖經裡面有句說話 《哥倫座前書》說到 我們成了一台氣 被天使和世人去觀看 即是怎樣呢 有一天我們就會好像 將我們一生人再一次演出來 全世界都看著 這就是我們的生命 這件事會將來發生 但我自己也有時候想 那天將來發生 但其實 現在你可以想 就是正在發生 即是我們一生人做的事 都是全世界都看著的 現在也是 你現在坐在那裡 心在那裡想 《哥倫座師》 你那些路太高了 哎 不輪到我的了 哎 我都是走不了的了 我的傷害太大了 神會知道的 或者你的心說 是啊 挺好啊 我要走神的路 走神的路 原來更好的 神就知道 全世界都會知道的 所以我每一種行為 我都想著全世界看著我 是無法逃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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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下去 洗手間床下底 你做的事 想的事 神都知道了 那何必呢 在心裡面有的 指控人 是無益處的 只要更加控訴自己 何事上避人的罪 果然事就避自己的罪 所以呢 很多人在內疚中長大 結果呢 又指責自己 又指責別人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脫離這種的指責的生活 那結果怎樣呢 那心呢 噢 刺到片體淪傷 全部都是一些傷害 全部都是 很多很多 這些人的不好 多少個怨恨 有很多人 到年紀大的時候 一直想 唉 我的兒子也對我不好 唉 我的丈夫也對我不好 唉 我真是淒涼 我一生人很可憐 有些人就是一生人 想這些事 其實是無意思的 是只有傷害 所以聖經講到 我們保守我們的心 聖過保守一切 所有的垃圾不要要 人際的問題呢 令到人難以相信 可以跟神有這個親密的關係 即是如果我們 很多時候人際問題 那我們就要處理了 即使我講的 要處理學習 不要被人影響 而夫妻關係 很容易充滿自責 而少恩典的 越親近的人 越容易充滿 但其實很蠢 對你最重要的人 是最接近的人 最接近的人 是最重要的 但那個人 就越看不過眼 就越激氣 但越激氣 他就越不改 那你說 我真的想他改 第一件事 如果你結婚時 他是這樣 他就算改 他改了少許 你這樣想 你不要想他改很多 如果你想改很多 你不如找一個 跟你合心的 即是你想著他結婚時是這樣 他都是改了 他改了一點 他改了也不會改完 他不會完全變債 第一 你的心就放鬆一點 第二 怎樣能夠改到呢 就是他做少許的時候 即是欣賞他 他就會改少許 你越說他不好 他越不改 你越說他不要吵 他主要是要做 但你越 他一做 他有一點點好 但有時候 他洗得一次碗乾淨 他大部分都不乾淨 那我怎麼可以讚他下 但你就是讚他下 哇 你洗得很乾淨 這次 他立刻 哇 收回爐房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曾經呢 我呢 就寫 欣無不適 回來呢 給我 頭部看 給他看的時候 我都是稱貝媽媽 其實很尊重 幫我講這個不是我 我親生的媽媽 那 他就 讚我 寫得很好 我以後再寫 真的寫得很好 又高分一點 那時候沒有一次 我都80分 然後81分 82分 就是因為他讚我 原來人呢 當別人看欣賞的時候 我們又更有磅力 越批評越不好 所以在你家裡 嘗試多些欣賞 時時都欣賞 經常都想欣賞的說話 我和我太太呢 是從早到晚 經常講愛的說話 和欣賞的說話 令他舒服的說話 經常都是的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關鍵就提升 你又要享受 你想享受生命 因為你喜歡被人磨 沒有人喜歡被人磨 沒有人磨 那你想他少磨呢 那你時時愛他 他就會少磨的了 當我們活在神的恩怨 要享受神呢 其實整個生命都好 真的呢 又享受人 這種生活方式是很好的 很多教導是活在 戒命的模式 時時都說 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什麼 其實是很辛苦的 我們看這個經文 《勞監福音》十五章 講到這個浪子的比喻 第二十節開始 我們一起讀 於是喜樂 我父親打了他 將來懷疑 他父親懷疑 就動要慈心 考慮抱在他頂上 連連与他親嘴 兒子說 父親我得罪了你的天 又得罪了你 從今以後 我不會稱為你的兒子 父親他吩咐無人說 把那上我的棚子快拿出來 喀喀村 把戒指帶在他紙頭上 把牙齊村在他腳上 把我肥肉 把牙齊村在那裡 我們可以吃喝快樂 因為我這個兒子 是死而闊活 失言又得的 他們就快樂喜樂 在這個經文 我們看到 律法主義和恩典 這個兒子 活在律法之下 他用了他父親的錢 他就很 很有失懷感 很有內疚 他回來的時候 他就想著 我呢 要跟我爸爸說 我得罪了你 天天得罪了你 從今以後 不可以稱作你的兒子 你就當我作為一個故宮 他就想著 這個台詞 又回來 怎麽知道 他爸爸反而是完全 出乎他意料之外 因為他爸爸見到他 就動了慈心 就馬上跑去抱著他頸殼 連連其他親嘴 一跑去抱著 哇 立刻聞到一股很臭的豬味 因為他剛剛餵完豬 他走完很長的路 全身出汗 都沒有錢換衣服 這樣的狀態 但他爸爸抱著他之後 聞到一股臭豬鼻 都是繼續疼他 這個就是爸爸的愛 真是很大的愛 衣服又爛 什麽都沒有了 這樣一跑回來 那個爸爸就是這樣疼他 但這個兒子 你不領情呢 大家看下去 兒子就馬上說 父親我得罪了你 你從今以後 都會稱為你的兒子 他覺得他爸爸 都是當他的故宮 他就說 從今以後 我都會稱為你的兒子 即是他的心 不能夠明白到神的愛 他的爸爸的愛 其實很多紀錄都一樣 我們信主的時候 我們知道神愛我們 但是這個人知識 在實際的感覺 覺得神都是不喜歡我們 於是 然後呢 認救 神啊我都是你的故宮 我都是做次等公民 在天堡是次等的 三四等的 那些高等的 那些高攀不到 其實這個真是很慈悲 這個不是神的心 是一個律法主 律法主要是什麼呢 是量度 量度的時候 是不達標 是不是 我們有沒有人達標呢 沒有人達標 不達標 就內疚 這個就是法主要 恩怨是怎樣呢 恩怨是否計算你達不達標 不用計算你達標 是禮物 一起說 恩怨是禮物 不是計算你達不達標的 不是計算你達不達標的 所以我們不達標 我們知道神啊 我需要你 我是需要你的恩怨 我是自己不搞不定 神很喜歡聽我 神不是喜歡看到你踩低 而是神知道 喜歡我們謙卑 知道我要拔著神 其實我們個個都是 好像葡萄樹的枝子 葡萄樹的枝子 可以離開葡萄樹 可以生活得很好啊 不行的 我一定要靠耶穌 神是想我們 知道我們要靠耶穌 電燈可以 不靠電 可以嗎 電燈說我要靠自己 我要靠自己發光 我要發光 我不靠電了 我以後不再找電了 行不行嗎 不行 我們不可以靠自己 一定是靠神 有些人以為 我們可以做一個 靠自己的基礎 我都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其實是不行的 耶穌已經說明了 已經說明了 因為離開你們 不能作神波 所以我們生存唯一的可能性 怎樣能夠發揮光輝 就是完全依靠神 完全是捉住神的恩怨 我是不行的 所以每一次 哎呀 我又犯了罪 你就告訴神 神我都知道 你都知道 我是不達標的 不過我又知道 你一定接納我 所以我又不歡喜 快樂 因為你馬上射念我 我馬上輕鬆 下一次 當你有罪的時候 你就用這個心態 但有些人就不是 跪了 膝頭痛了 真的 真的要付出代價 神就會射念我 其實不用的 當你真心說 神呀 我真的知道 我知道我是不行的 我要靠你的 我就是奉神你 我是拿禮物的 我是來拿禮物的 我是來拿禮物的 一起同時 神呀 我是來拿禮物的 神呀 我靠自己是不行的 我靠自己是不行的 當你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很輕鬆 我是拿禮物 我是不行的 好像浪子是不行的 但浪子未能夠馬上接受 我希望大家能夠馬上接受 他爸爸用更多的行動 去告訴他 我真的接受他 就馬上拿出籮子 拿出戒指 鞋子 給他 並且肥牛毒 都拿給他 接著呢 怎樣了 爸爸是否丟到胸口呢 不是呀 吃喝快樂 他們就快樂起來 這就是讓我們看得到 神就是很歡喜快樂 當我們來到他面前 神是我需要你 其實我的轉眼都是一樣的 我不是說我自己做得夠好 所以神提醒我 是我知道自己不夠好 所以我拿著神 我們大家都一樣 我們越用律法主義 我已經做到什麼 做到什麼 神呀 我做到什麼 你看我做到什麼 就越壞 因為我們越看那些行為 你有事做到 總有事做不到 當你做不到的時候 你就總會不開心 但是當我們 時時都說 神呀 我不斷靠著你的時候 你就越做得好 越有一點 你就不會濫用一點 我希望大家 有一念 但就不要濫用一點 而主要是除去一切的控訴 羅馬書法章33節 我們一起説 碎林控告神所描述的人 有神稱他人為異了 碎林定他人的罪 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 而且從死去復活 現今在神有些 但是我不祈求 保羅會這樣說 碎林控告神所描述的人 即是保羅經歷過什麼 他一定經歷過被人控告 他才能夠寫出這句說話 其實每個基督徒都經歷過被人控告 但是他說 沒有人能夠控告我們 誰能夠控告我們 誰能夠控告我們 因為有神已經稱我們為儀 所以沒有人能夠控告我們 垂林定我們的罪 耶穌已經為我們死了 而且復活了 而且坐在神的右邊 還在不斷為我們祈求 你想想 有個人經常為你祈求 他愛不愛你 很愛你 很體從你 所以耶穌不斷為我們祈求 聖靈也都用雪不出來的叛息替我們祈求 我們發覺很特別 聖父聖子聖靈 聖父又將聖子賜給我們 為我們天神之下 又將聖靈賜給我們 叫我們可以被聖靈充滿 被聖靈更生 然後耶穌又為我們祈求 聖靈有雪 用雪不出來的叛息替我們祈求 我們看到很特別 是不是 天父就將聖子和聖靈都賜給我們 然後聖子和聖靈都一路祈求天父 去祈福我們 神真的很愛我們 所以我們不需要控訴自己 控訴是沒有益處的 你和旁邊說控訴是沒有益處的 是沒有益處的 是完全沒有益處的 所以如果中間有夫妻的話 你和旁邊說 我們開始沒有控訴 沒有限制對方做什麼 沒有做什麼 而是開始欣賞多些 欣賞多些 欣賞多些對方做事 多些欣賞 好了 神經裡面讓我們看到 神的愛是很溫暖 活在神的恩典之中 必定是有神的愛 神關切的愛 馬太福音九章二十二字 講到這個婦人十二年 血流婦人 他摸耶穌 耶穌說 誰摸我 他不敢出聲 因為他犯了律法 因為他不單止摸到耶穌 他周圍的人都摸了 所以他犯了律法 但耶穌轉過來說 什麼 女兒 放心 你的信教了你 耶穌很游和 耶穌說 女兒 兒子呀 女兒呀 放心啦 你的信教了你 放心啦 你跟教練都說 放心呀 放心呀 神是完全 射命我們 完全接望我們 完全愛我們 我們可以活在一年之中 所以每天都可以 哈 哈 哈 一起哈 哈 哈 希望大家真是這樣的狀態 可以告訴大家 我們一個人都不會是這樣 肯定刻意 我自己也都是這樣的 我起床一下便告訴自己 我可以感謝神 我可以享受神 但我發覺我仍想要提醒自己 因為不提醒自己 自己無緣無故事 有人會不會開心 有沒有發覺嗎 那些不開心的感覺 或者壓抑感 重担 這些需要做的 自己走出來的 自動出現的 你有沒有試過玩過遊戲 有很多個洞的那些毒物頭突出來 你拿個場合去幫它 我就告訴你 每一次那些負面意念 一出現就幫它 立即復耶穌明我不要 我復耶穌明可以起落的 這個意念是很多基督沒有的 立即說我可以開心的 我可以快樂的人一起說 我可以開心的 可以快樂的 可以感恩的 可以享受神的 可以享受神的 其實神真的很喜歡我們 這種心態如果大家刻意做 你一定靈靈更新 你每天都會口受生命 你每天都開開心心 你想這樣嗎 打來不到人 聖經儀都說到神是充滿感情的 西方的書三十七節下半部 他在你中間必因你 欢恩喜樂 默而愛你死因你喜樂 而歡呼 神看到你開心就不得了 但人看到神 我快樂 我快樂 神就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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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樂 歡恩在聖經上很多次出現 愁苦 變為快樂 聖經我叫我們在愁苦之中生活 但很多人在愁苦之中生活 其實神是充滿感情 神真的看著我們 就疼到瘋了 我經常在愁苦之中 我知道耶穌 看到我就很開心 疼到我瘋了 神也是這樣 現在試試黑盲眼 跟神說 神我知道你疼到我瘋了 你真的很疼我 很喜歡我 很歡迎我 我都可以像你這樣喜歡自己 我又可以像你這樣喜歡人 我們嘗試這樣的生活方式 好了 可以開關 耶穌神永恆的服侍 詩篇139篇第五節 他在我們前後 神在我們前後 環境我們 按上我們身上 不斷服侍我們 不斷想把這些負面的感覺拿走 不過很多人已經成為一種習慣 但這些習慣 我們每一次親吻神 可以將它改變的 我有哪裏叫 大路可掃 就是 我們的思維 是一個定了的模式 經常定了 經常都會埋怨 但我們就開始改變 我開始要感恩 開始想想 神的愛我 神在愛我 你就開始開一條新的路 你要走這條路 舊那條路 就慢慢被圍莫 你記不記得 小學一年班那條路 幼子回到那條路 你記不記得 記得 有些人會記得 但日象 清不清清楚 你那條路很清晰 因為 你那條路很清晰 但我已經忘記了 那條路 因為 太久了 現在新的路 記不記得 一定很清晰 新的路 就在我們裡面很清晰 除了有些人 一路都在走救路 那些人 那些人都是清晰 那些人 思維有些不好的人 就改變 經常說 神愛我 經常祝福 神不斷祝福我 所以我每天都開心 享受 這樣做人就開心了 所以有不好的思維 就改變 好的就繼續 因為創新的 正面的思維 神不斷在我前後運 所以每次看聖經 將那些正面的意念 全部 將它 一路加強 有些人看聖經 就記得什麼經文呢 神 自己的罪神 是順勢公義 必須射贏我們的罪 就不要看 二塞書第一章 開始的部分 講到 所當話的百姓 和安 拘捕的子民 即是講到 他們犯的罪 他們舉手討告神 掩暗不害 有些人是專門看這些經文 這些是被那些 不悔改的人 經常都用正面的 詩卷九十篇 就可以早早 把我得的慈悦 一生一世 歡呼喜樂 經常早早飽得成的慈愛 你想不想 想 活在恩恬之中 是很好的 你想活在恩恬之中 想 雖然 我們知道我們在恩恬之中 是不是發覺很多驕徒 自然地在活在律法之中 所以這個是要改變的 我希望這篇道 幫助大家 真的改變這個生活的方式 是活在恩恬之中 怎樣可以感受和飽得成的慈愛 第一從萬物 當你看到花草樹木 真是美 我都放了上我的Facebook 你上Facebook找葉木 你會見到我 不過可能有超過一個葉木 我不知道 你找葉木 牧師的木 我們放了一些照片 我們拍了一些花草樹木 一些漂亮的照片 放了上去 在YouTube我也放了一些 可以看到嗎 這些神創造 出於愛的 出於愛 你經常想 神是為我特別裝飾的 特別做給我們看 我給互蝶 互蝶是飛的花 這些花是不飛的 是否定了 如果只是不飛的花 就很靜態 但是在花之中 有些飛的花 是否漂亮很多 有互蝶是漂亮很多 感謝神 我見到什麼 我都覺得是神的愛 你們喜歡吃東西 都是神喜歡愛 創造好的食物 喜不喜歡無愛 是神創造給我們 即是很多萬物 我們都看到神的愛 在聖經看到神的愛 很多經文 看到神要放在心上 經常去想 這個經文有講到什麼 神的愛 我要記住 應用出來 和耶穌的救贖 神的義子是沒有罪的 居然為我們成為罪 變成為咒作 有多大的恩怨 我們就經常記住 哇 神真的好 而且親吟神 可以經歷神的愛 如果一個人只知道 而沒有親吟神 那個經歷就不是他本身的經歷 事事安慕神 神啊我享受你 其實很簡單 大家試試看 放鬆個人 放鬆很鬆 深呼吸幾下 有沒有覺得舒服 你在想著神服善我們 你現在繼續深呼吸 在想著神服善我們 啊 神在我們周圍 困擾我們 安慎 我身上 我可以享受神 但我們祈禱的時候 都可以享受 空氣 如果OK的話 啊 感謝神 那你呢 一邊祈禱就一邊享受 這是最簡單的 享受神的祈禱 有沒有享受 享受給神 就是 真的會覺得舒服的 你那時候享受空氣 有沒有錯啊 神做的 有沒有錯啊 沒有錯啊 享受一下 放鬆 越放鬆越舒服 放鬆是很舒服的 我們的身體本身呢 是會產生舒服的感覺 不過人緊張 所以沒什麼感覺 但是當你一邊 啊 你試一下 放鬆 那人呢 鬆起來上來就很舒服的 那你這樣 就享受神呢 你就會 將來什麼祈禱 你都會享受的 還有生活的幫助 每一次神幫助 你都記住 那時候呢 你就會享受神 當你做得不好的時候 人就喜歡發怒和批評 但是神呢 是不接力和幫助 我們試一下 就像阿神一樣 就不要發怒 發怒有沒有用呢 是沒有用的 人家不好的時候 我們要發怒 他越不聽話 很多父母就是看到 子女發怒 子女越不聽話 其實我看上去 我都知道你覺得很困難 我知道你面對那些難處都很困難 他必有的難處 你看上去的難處 你看上去的時候 他就會更加聽話 他如果考試考得不好 通常父母就是 你很頑皮 又看電視 又打遊戲機 又壞了你 但如果你說 我知道你考得不好 都會不開心 我看得起你 你呢 將來越來越好的 神比你聰明 智慧越來越好的 我知道你會不開心 即是感受他的不開心 他會更加容易改變 學神地接納 無條件的幫助 還有呢 當聽到人會困難的時候 人家喜歡什麼呢 當人說不好的時候 做得不好 就會指示和訓話 但是神就會聆聽和安慰 其實聆聽更加普通 可以跟他聊天 去討論怎樣可以解決方法 而不是去指責 好了 那對人說恩典的話 你要說人對人的恩典的話 我們可以多些說神愛你 神和我都看從你 接納你的 欣賞你的 不要緊的 這句說話很好 一起說 不要緊的 其實這句說話很好 我看我就是不要緊的 有時候我吃東西 弄掉了些東西 不要緊的 回去洗就可以了 但很多太太 但是呢 丈夫當他去弄寫東西的時候 就說 看你這麼大的人都動亂上 這麼大的人都弄寫東西 有沒有幫助呢 沒有幫助 其實回去洗就可以了 不要緊的 你有潛質的 我不計較了 這些是正面的說話 如果律法的話 是訓話 你喜歡聽人訓話 沒有人喜歡聽人 指責 你做得不夠好 你要努力一點 有些人就覺得是好 不過努力一點 就是你做好一點 就是含有一種叫他做好 不過這句說話都是好過 就是好過你做得不夠好 是好過 不過不是最好 有時候可以說這句說話 你努力一點做 你做得到的 是可以的 不過我們留意 這句說話都是吩咐他做的 你下次做好一點 這句說話 和你下次可以做得更好 是不同的 有沒有分別 你下次可以做得更好 你真的做得更好 這個是不同 因為看到他的前測 但是你下次做好一點 是你要做好 這句說話 最差的 就是你沒有用 或者說我沒有用 這是對自己的指責 我太差了 不行了 這句說話都很多人 用律法的說話 南華書二章一節一起讀 你卻在裏面人的 我論在事上 有無可推偉 你在什麼事上裏面人 就是在什麼事上 定自己的罪 所以裏面是沒有用 但是事實上 很多基督徒都尚有裏面 我就求主幫助我們 貼薩尼加詞書五章十四節 就告訴我們 如何對待這些人 我們有勉勉興緩 要警戒不受規矩的人 勉勉勉勉灰心的人 輔助軟弱的人 也要做人忍耐 就是 警戒那些不受規矩的人 可以警戒他 但是勉勉灰心的人 勉勉附助軟弱的人 和忍耐 輔助 有些人以為是輔助 就是指責他就是輔助 不是輔助 我們要分辨不是輔助 輔助是甚麼呢 接力去欣賞他 跟他討論怎樣去解決 還有有些可以有時 他想不到可以提議 我們這樣做好不好 就別說你要這樣做 是否有分別 我們這樣做好不好 是否好些 就是有一種 給他思想的心 是會更加好的 而體重和他關係 過於是否 有時我們體重是否 體重遵從過於神 其實神最重要 我們跟他的關係 然後才遵從 當你這樣跟他的關係好 你就會享受同神的生命 好了 我們下半部分 就說到 缺乏神的律法和戒命 缺乏神的戒命 會如何隨意犯罪 至少我所說的 著重一點不是人 隨意犯罪 另一個極端就是 他經常任意藐視神的戒命 隨意犯罪 找藉口犯罪 不相信罪的後果 我們犯罪 神一定赦免 不過每一次罪都有後果 譬如你罵了人 你請他原諒 他原諒你了 你又求神 原諒你了 真的赦免了 不過 關係是傷痕 有時我不是傷痕 我只是傷自己 我們傷自己 有個傷自己 是否留下傷痕 有的 所以不要說 我犯罪 不要緊 其實是令到自己的內心受傷害 雖然神射命為了 但是依然 你發覺 犯罪越多的人 是越難醫好的 是嗎 越在活在聖結 心靈越是舒服輕鬆的 所以犯罪是有它的效果的 還有這樣的人 越沒有能力 勝過罪魔 還有懶惰 很多人 為何不肯清神 就是懶惰 覺得這件事不要緊 看事情是被動的 有很多事情發生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都不斷有刺激 其實這就是 懶惰人 喜歡接受一些人的幫助 但其實我們是願意 去行神的路 祝福 我們留意 耶穌所說到 《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節 那裡說到 勞苦丹重鑑的人 到耶穌那裡 是你的安息 這種安息 很多人都喜歡 勞苦丹重鑑在耶穌那裡 但是第二種 那些人就不太理會 你們當附過去握 學我陽色 只有你們心裡就必得 向安息 講到深層的安息 你們心裡就必得 向安息 是怎樣呢 父耶穌握 做耶穌所吩咐我們做的事 以及 學耶穌的生命 有些人說 那就是律法 你在恩典之下 整天享受神 來遵守神 你就不是律法主義了 我們是要遵從的 我們不是說不遵從 我們不是保律法 我們是在神的恩典支持下 我充滿恩典 神的愛 我很久走在神聖結的路上 聖結是美麗的 一起說 聖結是美麗的 跟從神是美麗的 跟從神是美麗的 但我先有神的愛 我先有神的愛 很多人就是 在懶惰 是懶惰造成 很多彪徒軟弱 亦都很失敗 亦都不管理生命 到十二點又不想睡 看看電視 看看上網 到一點又不想睡 兩點又不想睡 到好夜才睡 其實人的感覺很頹廢 而且就算睡覺 睡眠都不舒服 所以我鼓勵 年輕人 真的會管理自己的生命 這就是一種管理 不是懶惰 隨意 或者一筆結果子不悔改 最慘的結局是沉淪 這就是一個缺乏神的聖結 沒有行為的信心 其實信心是死的 真的會有人是這樣的 馬太福音七章二一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凡之呼喚主啊主啊 這天天天都盡天國 為了遵恨我天活之良 才能盡去 當那天也有許多人的魔術 主啊主啊 我們是奉你一名傳道 奉你一名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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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便明明地告訴三文書 我從來不認識你 你會這先傳道 我得入人名傳道 這要講到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盡去 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他有沒有聽過耶穌 有啊 他有祈禱 也會祈禱耶穌啊 主啊 不是個個都能入天堂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盡去 到那天有很多人說 很多人說 我奉你一名傳道 奉你一名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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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有聽過耶穌嗎 有啊 並且他在做耶穌訓話的事 為何他在做 為何不是遵從神的旨意呢 因為他只是做 我曾經聽過一個人說 因為我以前不認識這個牧師 他說有一個牧師退休 他就不回教會了 那些人問他為何你不回教會 他說我回教會幾十年了 我回很多了 我不用回了 他就覺得他上班後就回教會 他不上班後就不用回教會 他跟神關係就是一種 好像上班一樣 我聽到很多 現在講到是我的學生來的 我需要聽他說 那時候他就不太拜神 他就把自己 他根本跟神有一個問題 那個關係的問題 或者是活在罪裏沒有處理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真的有人 是不是很多人在這裏講 是很多人 他以為他去到天堂 我過禮拜教堂奉獻 我就有遵從神 但在他心裏面 他沒有處理他的罪 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這個很恐怖 很恐怖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是這樣的人 真心悔悔 我有罪 一定要悔改 我要走在神的路中 不斷依靠神 和神有這種親密的關係 你就會肯定得救 所以這句說話 信耶穌得永生是真理 不過也都可以誤會了 我只是信 我沒有遵從 我沒有親近神 我只是信耶穌 這個人可以不得救 因為他的信是沒有行為 我們要分清 如果只是以為 只是信耶穌 就得救 我什麼都不做的時候 他是錯誤 但我們不是靠行 是得救 而是真信心 真信心就會有果子 我希望大家 這裏沒有人 我希望這裏沒有人 將來是屬於那類人 在加勒太書五章十九節 講到情緒的事 都是顯然現見 講到一些 我們看黃色字的那些 奸淫 污慰 仇恨 生敬 忌恨 怒怒 那是別黨 紛爭 窒怒 也有試過窒怒 有試過窒怒 有試過窒怒 最後兩行 行者有試的人 必不能誠上神的國 這很嚴重 那是否有試過窒怒 就能上到天堂 然後我們就是悔改認罪 其實我們個個都有制度 我們有罪 立刻悔改認罪 有沒有跌檔呢 我跟那些人說 我不喜歡那些人 他們又不理會我 我自己一群 我這個小組多人一些 他的小組又少人一些 我們愛著他們不愛著 這個是跌檔 的時候也可以是 可以是濕為救恩的 或者是污衛 這個時代很多人看上網 看很多污衛的東西 我們求主見證我們 但是當你有罪的時候 你只是求主射臉 也都憎恨罪 當罪的意念出現 你知道有破壞性 立刻祈禱 耶穌幫助我 享受你 因為在罪裡 是很難享受的 很簡單 你剛剛看完那些色情的圖片 看完影片 然後你說贊給主耶穌 贊不贊在這裏 不行 心很不舒服 你本來最終是 罪和耶穌是不可以住在一起的 所以一定要悔改 你繼續看完 如果跟著要贊給神 是不行的 一定要悔改 或者你罵完人 你跟著可以贊給神 也不行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悔改 你不可以隨意的犯罪 亦都處於責任上的壓力 就是有時覺得自己很大壓力 臨前四周二節就說 所求要管家 是要他有忠心 忠心 神就紀念我們了 OK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不是我們的事工 臨前三周六節 我栽造了阿波羅 挑割了 為了神叫他生長 可見栽造的 算不得神 我挑割的有算不得神 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 所以 侍奉的果效不是我們的 是神做的 是神的工作 所以我們就不是要看我們做神 我們總之努力去做 那個後果是在乎神的 而在《四章三十七節》 那裡講到甚麼 做一件事 那人殺種者 人收割者 那件事是真的 警察你們去修你們所沒有勞苦的 別人勞苦 你們享受他們所勞苦的 這個別人勞苦是誰 是神 我們去修的宗教 是神做功 神做功 接著有很多的果子 我們就是修這個莊格 是神感動人的一面 就像這個 見到那些菩萊子 好嗎 喜歡嗎 這麼大抽 哇 很厲害 是神 結果子 我們走在神的路中 神就會使用我們 去祝福很多很多的人 時事 做甚麼事 都是祝福人 不要比較 好了 這裡 兩個圖畫 上面 左邊 就是一面之中 享受神 右邊就是結果節 下面就是律法主義 以及不遵忠神 你喜歡哪一種 上面 你有沒有行為是下面的 有沒有律法主義 自己批評自己 如果有的話 求主耶穌幫助我們 並且刻意無一日 都活在神的一面之中 由全心全面跟蹤神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平衡了 因緣和責任平衡 時事給人的感覺是甚麼呢 是一個柔和天非接納人 是一個柔和天非接納人的 曾經有一個人寫 說 好圖圖有個貓狗測試 甚麼意思呢 那些貓狗都覺得你好 你就好了 那些貓狗呢 你都會約會一下牠 捏一下牠 罵一下牠 就即是你不是一個好的貓囑 或者小孩子測試 你見到小孩子 都會令到牠開心 或者很多人都不喜歡 但你見到牠依然對牠柔和 你說牠這麼頑皮 不值得柔和 但你對牠柔和 可能就是一個人對牠柔和 他就改變了 車子 車子 客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